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得我们女性的同胞遭受很大的委屈 但是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男女之间的认识的机会很多 很多都是经过自由恋爱 可以说自己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还要随便离婚的话 那就是表示自己的选择能力不够好 我想以前跟现在 应该是有不相同的看法 一个人一生 如果只爱一个人 只结婚一次 那当然是最幸福的 我同时也要说明 像我们这个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当新娘 我是没有吃饭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是父母的事情 父母要张罗那么多客人 要照顾那么多客人 他还管得到我吗 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吃 我们坐在那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吃饭 现在不是 现在结婚啊 很方便 而且很轻松 其实我认为刚好现在才是错的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受了一天的折磨 我们心里有什么感想 我们觉得结婚这么辛苦 结一次就够了 不要有下次的 所以我们一辈子只结一次婚 现在不是 结婚很快乐 很轻松 然后下次再来一次 我觉得整个的礼俗啊 我们应该从他的深入的一面去了解 在西方结婚是男女双方的事情 在我们中国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情 那是非常隆重的 我这里必须要说明 一个男人 只要娶错了一个太太 他们这一家 有九代人都要受到连累 你相不相信 你看有很多男人 他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好 后来他结婚了 就是因为他的太太 跟所有人都闹不好 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 所以我常常劝女性的朋友 不要因为你一个人介入 就使得他整个家庭 产生很大的困扰 我不主张说 像以前一样 一个是主 一个是虫 以前是主虫啊 但是我希望稍微改变一下 今天把主虫变成主判 总应该吧 一个做主 一个陪伴啊 什么叫结婚 就是陪另外一半 走完人生的旅程 这样子叫结婚 那总要有一个主啊 你两个人都在做主 两个人都要当家长 那不天下大乱呢 所以我现在 其实可以建议 有两个人商量 你要男主外 女主内 你要女主外 男主内 其实都无所谓 可是 我们希望各位 尽量的 让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做很深入的协调 了解 然后再做决定 不要很草率 你在美国 你会发现 一家一家人在一起 像我是参加过那个场合的 我们一家 好几家 在一起 起来介绍的 没有一个是男生 通通是女生 这是我的先生 这是我的大儿子 这是我的小女儿 没有一个男生 出来介绍 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那个男士 我说 为什么你让你太太介绍 你不介绍 他说 平常我讲话讲太多了 现在让他讲 这不是真的 我希望各位以后听话 人家讲话 人家讲话不一定是真的 他不是骗你 他是讲比较好听的话 真正的话 大概都不会说出来 后来我慢慢去捉摸 才知道 美国的男人 最后会放弃这个权力 让他的太太来介绍全家人 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怎么介绍他太太都有意见 那干脑你介绍好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要深入去了解 你就会自然找到一条路 我太太跟我都是大学教授 但是 我们在外面介绍的时候 我太太没有一次 她出来介绍 我都退要拧拧拧 她说不要不要拧拧拧 其实她比较聪明 因为我介绍我要伤脑筋 我讲错回去还要接受拷问 如果她介绍我就很轻松 我还可以讲风凉话 所以大家把这个衡量一下 你知道谁比较聪明 我们在这里建议各位 任何场合 你都应该尊重你的现实 为什么 因为天底下被叫做先生的人 已经够可怜 什么叫先生 就是先死 那不然你怎么叫你先生 那是讲好听叫你先生 肚子里面讲的就是你先死 那你比我先死 我还不对你好一点 对不对 当你发现另外一个人会比你先死 你会不会对他好一点 你可能会对他好一点 在子女的面前 把最后的决定权 让给他 他乖乖的要负责任 其实你明明有主见 你不必说出来 你说这个 小孩说他要去远逐 要去交游 甚至要去理性 要不要去 聪明的妈妈都不安问 等爸爸回来 你问他 你怎么没事 你干嘛做坏人呢 爸爸如果说不能 那小孩就问他 为什么不能 爸爸去上马天 爸爸说可以 那你跟爸爸要钱 你不要跟我要钱 你又没事 像这种事情你都不会做了 在子女面前 树立爸爸的尊严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主张 父 言 母 词 为什么 他有道理 因为妈妈跟小孩 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妈妈太严格的话 这个子女一方面受不了 二方面不敢跟父母说实在话 你就无法沟通 所以中国人会让经常在一起的人 比较柔和一点 让小孩放心 敢把话跟妈妈讲 然后爸爸 其实爸爸是很大的牺牲 他做坏人 他扮演那种 严父的角色 因为他比较少在家 所以爸爸发了脾气 他赶快走了 妈妈还要在这里 把他谎和一下 说爸爸不是喜欢骂你的人 他在我面前每次都讲 你很可爱 他会这样讲你 其实是为你好 这才是你的工作 所以夫妻最要紧是在什么 是在配合 只要不能配合 你就无法分工合作 那要配合呢 就要有主 有判 就是一个主角 其他是配角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你去演电影 你喜欢当主角 还是喜欢当配角 要是我的话 我喜欢当配角 你下次去看电影 主角都是挨打的 配角都是在那看的 主角吃面 没有一次吃完的 马上叫他做事情的 只有配角 从头到尾吃到完 那你干嘛不当配角 人生不得已才当主角 能够当配角 尽量当配角 这叫做滞留余地 很多人的苦恼 就是不当配角 一定要当主角 然后辛苦一生 我们在别人的面前 尊重自己的先生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别的女人不敢动脑筋 他认为你看 他们处得这么好 你动脑筋也没用 那别的女人会动脑筋 就是看到你们夫妻处不好 他才会趁虚而入 这很简单的道理 哪怕在家里不跟他说话 出去也要对他很客气 因为防地伤者进来 这对你是最有利的 同时也是你的修养 你太太如果很好 那先生就很有面子 先生就会常常跟外面人讲 我们家里的事情 都是靠他 小孩有今天 都是他的教育 你就够了吧 你看怎么样 因此呢 一个会做人的人 是在人前 无论如何 要让先生有尊严 要让他向家长 然后回家关起门来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跟他讲 你今天有几件事情 我不太赞成 你可以讲 而不是在外面就开始讲这些话 因为你那一个男人没有面子的时候 他会恼羞成怒 他一旦恼羞成怒 他是完全不讲理的 男人讲不讲理 你给他面子 他就讲理 你不给他面子 他根本就不讲理 所以你就要掌握到这一点的话 老实讲 夫妻之间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 要记住 人家是从小长大的一家人 我们是从另外一个家庭进来的 再怎么说 我们也不了解他们全家人的整个的来龙气脉 所以我们尽量的以先生为重 他的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媳妇真的是很好 如果处处跟先生为难 最不喜欢的就是婆婆 因为婆婆总是觉得 我这个儿子很委屈 怎么娶到这样的态态 我们人啊 戈备总是像泪弯的 夫妻吵架 在婆婆的心目当中 一定是媳妇不对 他不太会去说儿子不对的 所以在这种很难平衡的情况之下 做一个太太 你的角色 你应该弄得很清楚 在子女面前 尽量尊重先生 那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他就会负起很大的责任 在外人面前 你要表现得很温柔 很重视你先生 使得第三者 不可能趁膝而入 而在父母面前 你要扮演一个好的媳妇 以先生为重 他们 他们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一个女性应该有的修养 因为男人如果不勇敢的话 你在外面是会受欺负的 同样不勇敢 女性是会受保护 男性是会受欺负的 我讲这是男女不同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各位有很丰富的经验 男人的事情 他们比较容易解决 他们打完架两个人拍一拍烟板 握握手 然后去喝酒 说不定他就变成更好了 女人很难 很难 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 我们女性主管是越来越多 但是当女性主管 远比当一个男性的主管更难当 原因是什么 大部分的压力是来自女性不是来自男性 你看开车的时候 只要前面那个车开的不是很理想 你旁边那个人一定讲什么 那一定是女生开的 这很奇怪 你根本没有看到是男生和女生开 只要他开的不是很理想 而一定是女生开的 讲这个话的人经常是女性 不是男性 因为我们长久以来 总觉得有些事情是男人的事情 不是女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天生的 我们对女性介入某些事情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不太赞成的事情 先入为主在哪里 会不会改变 逐渐在改变 我在十几年前我就预言过 21世纪是女性的时机 现在慢慢在兑现 你看女性的主管越来越多 全世界女性的领袖越来越多 然后呢 你到学生区别去看 女生的成绩越来越好 但是我要请问各位 当女性越来越抬头的时候 是不是女性越来越幸福 答案是不是 因为我的学生里面 有很多是很年轻的女性 她会偷偷跟我讲 她说老师 你要多鼓励这些小男生 因为我们根本嫁不出去 找不到一个像样的 没有一个争气的 就这么回事前 所以21世纪其实不是女性抬头 而是男性越来越没落 越来越不争气 所以我也经常也向男性的小朋友 发出警告 我说你们再不争气的话 你们就变成人类的种族 就是只会交配 其他都不会 那是男人很丢脸的事情 对不对 将来这个男人填之业 怎么填 就填两个字 交配业 你出事以后 你什么都不会的吧 你还有种当男人吗 男人要争气 所以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是心平气和 来谈谈未来男女之间的 那个平衡点 我把它归纳一下 第一个 每一个人 对过去的一切一切 都不需要后悔 因为后悔是没有用的 做一个人 后悔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展望未来 从今天开始 有一个新的出发点 要怎么做 未来才对得起自己 你看我讲对得起自己 我没有讲对得起别人 其实我们不用对任何人去交代 不用 因为这时候 这时候你怎么对任何人去做什么交代 人 一定要对得起自己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过去 把它当作经验 好好地反省 有哪些优点 今后要发扬 有哪些缺失 今后要调整 这样就对了 那从今天开始 你先搞清楚你今天的立注点是什么 这个最要紧 已经有了小孩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一句话讲完了 既然把人家生下来 你就不能对不起人家 你就要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就很简单一句话而已 还没有生小孩 那你更自由了 你就可以开始 好好去想 我要不要 有另外一次的婚姻生活 我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这个时候你就要反省你自己 我适合婚姻生活吗 我适合吗 我是不是看起来就像个男人 我是不是一定要跟我的先生 一针长短呢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 然后天天跟他斗气 你有什么必要呢 没有必要 我觉得你把自己前后都想一想 你自然会知道 你该走什么样的路 其实我常常劝很多女性朋友 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另外一半 你情愿不要结婚 没有必要 天底下不是说 每一个人要过同样的生活 这就很重要 老天要我们做不一样的人 而不是老天要我们过同样的日子 不是 你有自己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 对你最合适的 你就勇敢的去走 不必太顾虑别人的想法 不必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记住了 如果你要过婚姻生活 那你呢 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个 女为悦己者荣 你看我们今天 很奇怪 我们在外面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把最难看的一面 留给自己的丈夫 那你对丈夫也太虐待了吧 所以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以前的妇女 她多半会比先生早起 我从小就看到 我爸爸还没起床的时候 我妈妈就起床 起床的时候去化妆 化妆完了以后 然后才来把先生叫起 意思是看看我 好漂亮 那就好了 出去他就不会花心了 这个 把漂亮的留给别人 把最丑的留给自己先生 那你想想看 那你是什么巨星 你准备把他气跑了 第二个 我们 在先生的面前 不要没精打采 不要好像 整天都是说不完的牢骚 今天为什么职业妇女会离婚 很简单 你看两个人 男女双方 在外面工作八小时 都有很多挫折 而且都很劳累 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挑了一大框的牢骚 回家就准备要花的 那谁也不乱随 就吵架了 我是建议 在职场工作的女性朋友 当你回家的时候 你千万记住 把百天的事情 留给职场 不要带回家 没有必要带回家 回家就是个新的空间 就是过不同的生活 不需要做职场的延伸 没有必要 这样就减少很多吵架 万一先生有很多牢骚 你就让他说嘛 你也不必有什么自评 大家会发现 人发牢骚的时候 发完就算了 就没有了 你偏要去跟他这样 那样那样 那越搞越复杂 越搞越复杂 人闷在心里头的东西 他会很难受 他的目的只是想讲出来 你就让他讲就好了 你不要会错意 当他问你问题的时候 他不想得到你的答案 他根本不想得到 他只是说出来 他就解决了 你偏要给他很多答案 他觉得很奇怪 你看很多夫妻闹不好就这样 先生都这样那样 那太太又做不同的意见 有这个必要吗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除非他正式问你 你还不一定马上给他答案 这样才对 为什么急着要给人家答案 我举一个最常见的案例 就说夫妻一起上白货公司 太太试穿衣服 经常问问先生 你看好不好看 我不要各位 你的先生是怎么回答的 你的先生如果说好看 他的IQ就很低 你的先生说如果不好看 他的IQ就更低 现在聪明的男人真的越来越少 都是越来越笨 应该女性朋友问他先生 穿衣服 好看吗 你怎么回答都是倒霉的 我会常陪我太太上街 她一穿衣服去问我 你看好不好看 我是典型中国人 我会上当 我最有一个答案 你看 我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我很清楚 他根本不想听我的意见 他是不是听我的意见 随听随的意见 中国人随听随的意见 我很清楚 他问我是不想听我的意见的 那不想听我的意见 为什么问我 我更清楚 他是顾虑我无聊 随便问一下 我有意见他就很烦 轮到你有意见 那你一样一样都有意见 连不穿衣服都要管 那不糟糕了 所以很多夫妻就是彼此不了解 那何必呢 那无畏的一个吵架 我们彼此慢慢去了解 找到一条 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互相安慰 这一个逻辑 这样就好了 很容易 不难 我们不要化妆化得太浓 因为化得太浓 是伤害皮肤 最后会很难看很难看 你看那些电影明星 外面看起来很漂亮 当他一卸妆简直是不成人样 所有的化妆品 对皮肤都没有好处 你不要太相信那些东西 人漂亮不漂亮 是内心表现出来的 才是真实的 外面加上去的都不可靠 我在这里提供各位一个 使你荣光放滑 而且不花一毛钱的方法 就是用你两个大拇指 在两颊这里 找到两个穴道 晚上顶 晚上顶 当你顶到酸酸麻麻 有一顶 痛感的地方 那个穴道就对了 按不要死按 死按把那个穴道都按死掉了 对不对 按一下 松一下 按一下 松一下 然后你整个的 脸上就荣光放滑 人最要紧的 生活有规律 心情愉快 懂得怎么安排生活 不要老去想以前的那种 不愉快的事情 那你自然就荣光放滑 自然就相处得很好 很多事情 记住我的话 时间会化解很多事情 不必急于一时吗 急于是干什么 明天还可以见面 明天再说嘛 经常经过一个晚上 大家的想法都改变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问题 时间其实是最好的治疗 任何问题的一个方针 不必急于是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没有反对大家去从事事业 我没有反对 而是你怎么样跟先生做一个协调 怎么样取得他的同意 怎么样在家庭做一个适当的安排 我不反对任何人出去工作 但是我是看了这么多 我发现不工作其实不是懒惰 不工作也不是说没有理想性 因为有很多人讲这话 读得那么多书不去工作干什么 我是不接受这种话 读书是为了自己 你干嘛一定要去奉献 读书可以教小孩 你干嘛一定要去教别人 你只要把观念稍微改变一下 很多问题会因刃而改 好我们这节就到这里